穿越到小说中,我成了恶毒女配 太子牵着白衣的女主要灭我家满门 我只脚抵抹油,溜至大吉,顺便祝二位百年好和 我是个恶毒女配,但我摆烂了 我本是个平平无奇的摄处 某个月黑风高的加班晚上,我偷摸打开小说准备放松一下 没想到领导刚好散步到我背后 我血压一高,心率一快,眼前一黑 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这古色古香的话风提醒我,我穿越了 更糟糕的是,我穿的不是女主,是恶毒女配 哎真是的,莫非穿越系统也是资本家 摸鱼而已,报应至于严重吗 在这本我忘记了名字的小说里 我穿的这位穆书兰的定位是纯正的恶毒女配 她是丞相家的嫡女,自幼与当朝太子青梅竹马 可惜青梅竹马比不过天将 太子去边疆历练回来 转眼就爱上了女扮男装精灵古怪的将军庶女 穆书兰娇纵性,凭着家中权势请皇帝赐了婚 处处在男女主之间作梗 好在男女主情比金尖,最后误会小姐兵士前线 太子即位后,以贪污为名将丞相全家下狱 穆书兰当了半年的皇后就被废后,惨死冷宫 男女主历经苦难之后 迎来了读者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我穿越的时候,太子还没从边疆回来 主线剧情还没开始 为了在这本书里活到最后 我为自己制定了三不原则 即,不反对,不打扰,不参与 并且衷心地祝愿太子与他的心上人 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至于挖掘隐藏剧情 蛮力改变情节走向 甚至在太子登基后,干掉太子当女皇 我表示,那也太高看了我 毕竟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社畜而已 在这个还没发明电脑的古代 无法施展PS屠龙之际的我 只是个凭借简体字,猜繁体字意思的半文盲 我能指使动的几个人 除了我屋里的几个婢女 只有原身已故母亲留下的一对暗卫 可惜身手似乎也不算太好 我甚至看见过其中一个上房时 踩着瓦片滑了一脚 这几个暗卫目前最大的用处 就是替懒得出门的我 买文方斋刚刚出炉的糕点 不过,文方斋的桂花糕真好吃 除了担心剧情的隐患外 穿越的生活还是舒适愉快的 成为古代贵族的我 迅速被封建主义腐化了 我母亲去世的早 丞相父亲又忙于公务 我和唯一的哥哥都处于放养状态 哥哥上起要早起读书 这两口点心就快到了午饭时间 丞相家的厨子做菜真好吃啊 今天是云腿仙笋熬的鸡汤 明天又换成皮酥肉嫩的烤鹅 还能随时按我的需求定制服务 吃饱了我可以看看书 秀秀花来消食 这些也是全凭兴趣 从未有人来督促 再打个盹 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我这只一出校门 就被老板鞭打得射出沉沦了 感受到了全身心的闲暇自由 短短几天 原身的一张瓜子脸 就被我养得圆润了不少 如果没有剧情的压力 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这么虚度光阴 然后变成小说界罕见的胖子女配 但好景不长 太子三日后要回京城了 这个消息还是我的避你亲眼告诉我的 他向我传达的时候满脸兴奋 还悄悄提醒我 别忘了给太子准备个惊喜啊礼物啊什么的 如果是原主知道 想来确实会激动 但我只有苦笑 小说里 原主亲自带着贺礼 在城门等了一天 等来的却是太子与家人并配而来 原主直接把贺礼摔到了家人脸上 然后被太子勒令道歉 那是原主第一次与太子置气 也是他不幸生涯的开始 我想了想 不去不符合原主的人设 去了显而易见的要受气 不如耸为上策 做个缩头乌龟 装病 在存亡关头 我的执行力还是挺强的 当晚就没盖被子 脱了大衣 熬夜看了一晚上书 第二天醒来 我果然觉得头脑昏沉 四肢无力 醒来的医师顺理成章的诊断 我受了风寒 于是我在清艳晚夕的目光中 愉快地宣布要闭门养病 养病的日子也是快乐的 虽然少了逛街的自由 但是可以几乎一天不起床 半靠在床头 有一搭没一搭的毒化本子 暗卫也意外地贴心 除了我指明的点心 还主动为我买了豆沙包 那包子被翘首 捏成玲珑的莲花形状 中心还点着一颗金丝蜜枣 含在嘴里 甜味一丝一丝一出来 连刚喝的药都不苦了 直到清艳推门进来通报 我才惊得坐了起来 什么 太子来访 我手一抖 刚咬了一半的包子都掉了 清艳显然认为我是惊喜过度 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看来殿下可是一直记挂着小姐呢 谁要她记挂呀 她这会不是应该在和女主梦汁 晚上京城风光吗 我转念一想 她不是她没能按剧情羞辱我 特地来和我划清关系的吧 我正着想 怎么找个借口把她打发走 太子萧月的声音已经到了庭院 书兰可好些了 电光火时间 我只来得及把刚刚掉到地上的半个包子 踢到床下 再把话本子塞进被子里 接着靠在床头端着药碗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一副冰烟烟的样子 萧月进来 看到我就笑了 书兰面色红润 看着已经大好了呢 我刚费劲扯出的 自以为十分虚弱的笑容 僵在了嘴角 她也不见外 拖了个凳子就坐到我床边 摸了摸我的头 并傻了不成 怎么光愣着 我回想着书里木书兰的娇弱模样 捏着背脚 垂下眼帘 殿下怎么想着来我这 预想中太子的发难并没有到来 萧月反而凑进了揽住我的肩 可是因为我现在 才来看你不开心 她嘴角微笑更甚 本宫给你带了礼物赔罪好不好 说话间 一枚流云样式的玉簪 被握进我掌心 雕工有些粗陋 但看得出蓝紫色的玉质是上好的 我惊呆了 太子重生都不会有这么离谱的剧情吧 女主才配得上这一袋玉吧 萧月显然是把我的震惊 当成了惊喜 十分满意 你说过你向往塞北风光 只是无缘一剑 这簪子可是本宫在亲自在塞北 学了蓝烟玉课的 本宫在课的时候就想 这烟玉和塞北的晚霞一模一样 舒兰一定会喜欢 她说话时 侧着脸看向我 桃花眼弯弯 薄唇清敏 真是一副渣男标配的好相貌 但我谨慎的礼智 督促我眼女主的一往情深 好在亲眼当初帮我背的礼物没扔 我赶紧找出来奉上 陈女也日夜记挂着殿下 只可惜并不是时候 不然就算在城门口站上一天 也要做京城里第一位赢到太子的 说着 我又干渴了两声 萧月看到那枚金宫的香囊 拿起便挂到了腰上 既然是书栏送的 那本宫可要实时带着才行 我竭力克制住 抽动嘴角的冲动 陪他从往西情义 聊到塞北战士 幸亏他的追忆 没超纲书中情节 好半天才 等他流露出想走的意思 当萧月一边出门 一边许诺 下次再带糕点来看我时 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我浅薄的阅历 根本解释不了此时剧情的走向 难道我看的那本书 连盗版都不是 是个同人文吗 为了尽快搞清状况 跟上诡诀的剧情 我决定打探打探 太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把清燕支开 听得他的脚步渐渐走远 开口换道 风衣母亲留给我的暗卫 有一对十二人 都随母亲信封 以数字编号 现在我决定 让他们发挥比买高点 更重要的作用 我花音刚落 一身轻盈的黑衣 就从梁上落下 单膝跪在我面前 连多余的灰尘 都不曾见落半点 我双手之汗 做沉思状 你们能帮我监视太子吗 风衣毫不犹豫地开口 请主上赐死 那就好 等等你说啥 风衣半抬起头 黑色的面颊盖盖住了表情 只有声线一如既往的平稳 太子身边护卫周全 属下靠近不了太子摆杖 我常叹一声 为什么别人穿书 管家 暗卫 婢女 都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到我这不要这么真实啊 做不到就做不到嘛 说什么死不死的 监视不了太子 还能怎么办呢 我皱眉思索 风衣依旧安静地跪扶着 像一片黑色的阴影 太子不行 那孟将军的女儿孟芝呢 孟芝现在应该在军营女办男装 若是太子来找她 你远远避开就是 风衣竟对我的话没有丝毫疑问 领了命令 就再度引入黑暗 我倒看看 这一世太子不厌烦我了 是不是还对孟芝情根深重 风衣尾时是个工作细致的人 纵然我派了 她去盯着孟芝 每天照例替我买的糕点 也从未断过 到了掌灯时分 我扬做休息浅开婢女 她便会悄然从阴影中浮出 向我汇报当天的剑文 肖月确实经常去看孟芝 在练武场中 他们经常以习武之名秉退众人 风衣甚至远远看见 肖月还着孟芝的腰 手把手教她弓箭 孟芝休目时 他们会一起逛街 太子的护卫暗中封锁了一条街 就为他们能像寻常人一般 玩上市井烟火 然而 神奇的是 这一个月 肖月往丞相府也跑了五次 一会给我送个玩意 一会替我寻了吃食 我的病都装不下去了 这天 我将着脸嚼着肖月带来的绿豆糕 只觉得味如嚼辣 终于忍不住开口发问 太子殿下公事繁忙 天天来找臣女到底有何贵干 肖月眼中似是闪过了一丝探究 但转眼间就换上了一脸落寞 不过两年而已 舒兰何至于对本宫生疏至此 她长长的睫毛半垂下来 在脸颊上投出一片阴影 仿佛她才受了委屈 如果不是惨死冷宫的结局 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中 我还真得信了她的情深似海 我只得甘笑两声 臣女自当以往日之情待殿下 只是臣女急急在急 到底是男女有别 尊卑有序 肖月皱了皱眉 凑近我耳边 气息浮过我的脸颊 只是笑你知道 本宫待你从来都是不同的 我受不了了 强忍着满身鸡皮疙瘩 把肖月送走之后 我几乎摊在了床边 问虐文渣男男主 突然变成霸道总裁 会怎么样 答 渣男男主会霸道的 让你走上炮灰之位 不过我这个炮灰 还想努力自救一下 眼看天色渐暗 我有气无力地唤了一声 风衣 熟悉的暗影 几乎是瞬时出现在我床边 我看着她一丝不苟的跪姿 忽然起了调笑的心思 你是个智能问答机器人吗 她偏了偏头 面具下应当是个疑惑的表情 没什么 我收敛了心神 穿越是我最大的秘密 我一直谨慎地隐藏自己 今天大概是被肖月破防了 才不小心露出一句 不过只有风衣在 应当是没关系的 孟芝那边怎么样了 孟芝近日兼了太子进位 只是依旧挂着副将军的职位 在军营中和将士们同吃同睡 每逢休暮 太子便会去寻他游玩 昏暗的天色中 风衣的声线平稳有力 让人莫名觉得安心 我沉思着 我这些日子一直在躲避剧情 但剧情似乎也静止在了 我与肖月青梅竹马的时光 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不要试着推动一下剧情呢 明天又是军中凶木 反正恶毒女配的身份 也不是一次就做死的 我决定去挥挥男女主 我就不信当着孟芝的面 肖月还能冲着我寒情默默 第二天一早 风衣就告诉我 肖月和孟芝正往朱雀街去 朱雀街是皇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街两旁栽满了银杏 眼下正值秋天 银杏叶已是金黄 悠悠盘旋着落 在小贩的摊位上 就像是落下了阳光的碎片 我带着青燕赶到的时候 正好远远看见肖月和孟芝 正并肩在摊位上挑选糖葫芦 肖月比孟芝高了半个头 揽着孟芝的肩 低头看她时 眼里满是宠溺的笑 孟芝发上别着碎花 万间带着玉镯 说是女扮男装 就差把我是女子 写在额头上 她半靠在肖月身上 将糖葫芦喂给她尝 活泼又纯真 不愧是男女主 怎么看都是一对家务天成 青燕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 小姐 那不是太子殿下 我感受到她担忧的目光 拍了拍她的手 已是安慰 带着一个恶毒女配的自觉 我默默转到她面前 轻咳一声 太子殿下 又见面了 我的到来 立刻撕毁了美好的二人画卷 孟芝荒的一把推开肖月 手忙脚乱地扔下糖葫芦按上键 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太子敬畏 萧月则上前半步 将她护在身后 笑容终于多了一分不自然 舒兰也出来逛街了 我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向她背后望去 笑道 这是哪家的小姐 得了太子殿下的亲眼 梦芝不搭枪 低头看着鞋尖 萧月甘笑道 舒兰看差了 这是我的侍卫 只不过长得清俊了些 我呜了一声 尾音在鼻腔里白转千回 露出了然的笑意 想不到殿下还有这等爱好 萧月跺了跺脚 回头赤道 你先回去 然后堆起笑意 试图来玩我的手 扶在我耳边轻声说 舒兰你别见怪 只是偶作玩乐罢了 说着 又像我眨了眨眼 今日我一整天 都陪你逛街好不好 我惊异于 萧月怎么会有如此厚的脸皮 不着痕迹地拖开她的手 殿下 您太子之尊 实在不必为了臣女如此 殿下若是心悦刚刚那位姑娘 臣女也是乐见其成的 萧月听竟然急了 说来你说什么胡话 本宫带你的心意 难道你看不见吗 别的女子于本宫 不过是消遣姐闷罢了 本宫可止天启事 心里唯有你一人 我后退一步 宫颈地低头 殿下千斤之体 万不可以身启事 臣女不过偶遇殿下 该告退了 说完 我便带着清燕 快步走向了早就备好的马车 车子启动时 还隐约听见萧月的脚步和呼吓 昨日我回府后 就把萧月关在了门外 听清燕说 萧月在丞相府门口 开怀到黄昏才离去 我十分犯愁 原以为在我撞破萧月 和孟芝的感情后 萧月必然对我翻脸 没想到萧月竟在对我解释 我重重叹了一口气 直接和我撕破脸 抱得美人归不相吗 今天她喝吃孟芝时 孟芝眼里两颗泪将落未落 我看着都提女主委屈 清燕为我端来一碗茶 劝我道 小姐别忧心了 殿下看来是真的在乎小姐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 那女子不过是 孟将军家的庶女罢了 比不上小姐的 这傻丫头 到现在还以为 是我在为太子变心的伤心呢 不过我也不打算对她挑明 结果茶碗来抿着 这时 另一个丫头血渊匆匆进来 小姐 外面有个叫孟芝的女子想见你 我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 女主就是女主 做事果然率真嚣张 清燕恼怒道 她也配见小姐 还不打出去 我连忙制止了她 玩归玩 闹归闹 打着女主可不妙 让她进来吧 我也想听听她 找我何事 不一会 孟芝走了进来 这次她倒是一身正经的武将打扮 拆还尽谢 英姿飒爽 我端起茶碗 洋装在吹墨 孟小姐真是稀客 今日登门有何跪干 孟芝大大方方地向我抱了个拳 丝毫不见昨天扭捏作态 墨将前来 只是想提醒孟小姐 不必在太子殿下身上蹉跎时光 她脸上透出薄红 墨将与萧郎已互许终身 小姐若痴心错付 只不过白白浪费韶光罢了 她说的理所当然 看向我的目光中甚至有着同情 可是昨天 萧月还当着我的面斥责她 她有什么依仗呢 我漫不经心地回应道 何以见得呢 孟芝显出追忆的神色 墨将与萧郎在塞北并肩作战 勤奋自是非比寻常 我们一起叶猎 一同血战 在大漠霞光下纵马驰骋 护许终身 说完 她45亿的波罗波药间的玉佩 萧郎还亲自在大漠巡来上等蓝烟狱 课程玉佩赠与墨将 说墨将与这狱一样 都是塞北独有的良才 我仔细看去 浅蓝色的玉制上 腾起丝丝缕缕的紫色烟雾 和萧月送我玉簪的质地一模一样 我的礼貌用语都卡在了嗓子眼里 萧月不仅扎海狗 礼物都可以是批发的吗 孟芝却误把我的无语当成了失落 反而劝慰我道 穆小姐自容出众 不必失落 早晚也能寻得品貌相当的如意伴侣 我连忙掩饰住失态 微笑道 太子殿下如此爱中孟小姐 看来确实是决心 许孟小姐正非之位了 孟芝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十分惊喜 穆小姐能想开始最好不过了 也祝孟小姐早日密得良配 开玩笑 谁愿意占男主啊 我巴不得你们长长久久一生所死 别再祸害他人呢 我表达出不与孟芝争抢的意思后 她明显放松了许多 甚至坐下来与我聊了许多边疆的趣事 此后也多猛肖月照幅 才在军营混到现在 孟芝谈起肖月时 眼中星光闪烁 是满满的崇拜与感激 原书中男女主情色和名 恩爱非常 现在看来 至少孟芝的爱是真的 但是肖月的爱呢 我现在不能确定了 孟芝离开乡府的时候 十分感谢我愿意成全她和肖月 清燕却在她走后气得摔了杯子 甚至对我的退让十分恨铁不成钢 我倒是不介意孟芝的态度 只是觉得很疲惫 现实与原有剧情偏离的态度 光靠躲真的能躲过 恶毒女配的结局吗 我把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清燕打发出去 靠在矮塌上准备小睡片刻 迷迷糊糊间 我似乎身处于一处宫殿里 盛大的宴会正在举办 流水一般的美食递了上来 人们工愁交错 有漂亮的舞女在桌子间穿梭起舞 而我的目光 却穿过了这一片繁华盛景 望向殿外 一个白衣少年 萍水侧尸二粒 吹着笛子 笛子清脆 笛声清乐 像是一股清流 改过了燕舞的喧闹 我一系觉得 这少年有些眼熟 梦里的思维迟钝 我半天才想到 这大概是少年时的萧月 身边的人声熙熙攘攘 有人低声说 太子俊逸出尘 当真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我的眼睛似乎是黏在了萧月身上 他似乎察觉到了 侧过头朝我点头笑了一笑 这具身体的心脏 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 却又像中了定身术一般 呆呆坐在原地 萧月看我一眼后 就收回了目光 哲仙一般走进人群 各家的少女都争相向他献保 他温和地笑着一一回应 我似乎被困在身体里 不能自由活动 只能默默感受着 对萧月欲说还休的青涩思慕 他的余光一直追随着萧月的背影 可是萧月却未曾在施舍 给他一个眼神 他在贵女中穿梭 夸赞这位小姐的衣服 结果那位姑娘的点心 她所在的地方 就是人群聚集的中心 感受着穆书兰的炽热心情 一点点冷下去 无奈的我只能默默叹息 原深啊原深 你喜欢谁不好 喜欢上的中央空调 我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我穿来的时候 只记得书中的剧情 并没有原深的记忆 刚刚的一个的梦 似乎是这句身体里 残存的一点回忆和执念 书中只说穆书兰痴恋 萧月却没有提及一切的起因 只是萧月的侧头一笑 回首一顾 一念经年 这个梦之后 仿佛这句身体里 最后的一点执念都消散了 星星点点的记忆 浮现在我脑海里 萧书兰喜欢萧月 是小心翼翼的暗恋 她会悄悄打听 萧月喜欢哪种点心 在她来做客的时候 摆在桌上 假装只是一个巧合 她会为了她 千金搜寻罕见的莫宝 在萧月生辰那天 作为不记名的礼物送出 她更会为了她 探寻朝堂的诡论风云 派出心腹的暗卫 制造一个又一个意外 将所有的风向 扭转向对萧月有利的方向 萧月大抵是知道她的喜欢的 但尊贵的太子殿下 怎么会因为一片流云停住 她依旧穿梭于花丛中 留给她的 只有礼貌而周到的问候 我揉了揉眉心 萧月这段时间突然的殷勤 大概是察觉到了 我对她不同以往 可我又不是木书兰 要是她给了点甜头 就死心塌地 才是真正的笑话 仔细梳理原生的记忆 萧月与好几家女儿 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李尚书的女儿 喜与她论诗 安定王的小姐常陪她赛马 温太傅的独女 更是是她同窗之己 说不定这几家小姐 现在庄侠里 也有一枚蓝燕玉的配饰呢 想到原生做的那些傻事 我突然有了一种 射死的羞耻感 在外人眼里 我们这些人大概就是 被她忽悠的团团转的傻子吧 而我这个世事 把萧月放在心上的 更应该是傻子中的战斗机了 萧月心思深沉 笼络女眷 不过是她不局的一小部分 她虽是嫡子 但母亲去世的早 激后的儿子在一旁虎视眈眈 她恐怕在前朝后宫 埋下了千丝万缕 来保证皇位不会旁落 前世我的费力 大帝也是有关时局 无关疯愿 我决定去找父亲 萧月娶我 无非是看中我父亲 在文官集团中的地位 但父亲一向爱惜羽毛 不肯沾惹半点是非 对我们的婚事未必乐见其成 父亲官居成像 自是十分忙碌 我在书房等到半夜 才等到他归来 父亲进门室 看见我捧留更好的鸡汤 迎上来 十分诧异 懒懒今日怎么还没休息 有什么事等 为父休目再说也不迟 我低头做出 忐忑不安的样子 太子殿下有意求娶女儿 女儿内心不安 才来和父亲说 没想到父亲却笑了起来 萧月这小子 总算干了件正事 啊这 我这个便宜父亲 居然不反对一下吗 我努力把他引向正道 父亲 太子是储君 我若是嫁给太子 不会将我们家 托入储位之争吗 况且父亲全是鼎盛 再成了外妻 恐招人记恨 父亲却魂不在意的白白手 太子占敌战长 陛下百年后继位 那是理所应当 那会有什么储位之争 况且你和太子 也算两情相悦 于公于私 这门亲事都是上上之选 我一咬牙一闭眼 决定赌一赌 自己在他心里的地位 偷偷用袖子里藏的姜片 擦了擦眼角 渲染玉气 可是太子殿下已心悦旁人 女儿嫁过去 怕是要受一辈子委屈 求父亲回绝了这门亲事吧 没想到 父亲露出了一个我懂的笑容 原来是年轻人闹别扭了 他露出追忆的表情 当年我和你娘也是这样 心里明明喜欢得很 当着他的面 总是想气他一起 别担心 太子殿下不过是想看你吃醋 为父这离你也不必担心 那些萧小之辈 还不能拿成像符怎么样 眼看着我这位便宜父亲 铁了心把我往火坑里推 我欲哭无泪 只能低头顺从 女儿全凭父亲做主 回到房里 我直接把自己摊在了床上 翻了几次身 也没想到其他什么办法 我只能长叹一声 风衣啊 你觉得我们跑路怎么样 熟悉的黑影又无声地出现了 小姐的要求 属下定然听从 我掐着指头 计算着原主留下的私房钱 我手上还有五百两现银 首饰什么的 当了也有几百两 一千多两银子 足够让我们在别处安置下来了 我原是在 做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没想到风衣却认真的回应到 一千两对小姐来说不够 况且小姐要走 也要寻好时机 暗卫现在尚不足以帮你抹去所有踪迹 更要提前布置人手接应 我是笑了 想逗逗风衣 你不是说为我命是从 不如你去打工替我赚钱可好 至于时机 什么才算是好时机 这次风衣沉默了一会 才回答 小姐若是需要赢钱 我可以去府上库房 道出夫人的嫁妆 只是暗卫没有户籍身份 恐怕不能在白日打工 我愣了一下 才想到暗卫从小 就是在见不得光的环境下培养的 我自爱于身份 可他们连一个能让人悲伤的身份都没有 像是一片真正的阴影 太阳一出来 连证明自己存在过的灰烬都不会留下 我莫名的有些心酸 不禁问道 风衣啊 你怎么会做我娘的暗卫 刚问完我就后悔了 哪里有什么为什么 常人要是有的选 哪里会做这样的工作 风衣却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因为夫人是个很好的人 我脑中依然没有关于我便宜娘亲的任何记忆 只能试探性地问道 我娘她 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次风衣沉默了很久 似乎在努力地组织语言 夫人她 很漂亮 她混迹江湖的时候 惊艳众人的 先是美貌 后才是武功 她也很善良 救过许多人 也包括我们这一对暗卫 我们都能自愿为她而死 她与相爷遇见的时候 相爷还是个赶考的穷书生 被山贼抢光了盘缠 抱着书呆坐在路边 她上去拍了一下相爷的肩 笑着说 喂 我们去把你的东西抢回来好不好 她很喜欢穿红衣 舞剑的时候 像一朵盛开的芙蓉 她也很喜欢江南 总说老了之后 要去江南买个宅院 养两只鸡 种一院子的菜 风衣零零碎碎的说了很久 我竭力去想象 想在脑海中 勾勒一个漂亮又随性的红衣侠女 只是怎么画 也只是一副平面素描 风衣啊 那我们以后就去江南好不好 到时候你也想办法弄个身份 想去哪里都可以 风衣似乎没有回答 但我叙叙叨叨地算着经济账 困衣指不住地上涌 索性昏昏睡去 我似乎忘记盖被子了 梦中却觉得异常温暖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除去外衣 盖好被子 我暗自笑了笑 没想到风衣这个一根筋 还能想到这个 窗外阳光明媚 我的心情比昨夜已经好了不少 昨天说要卷钱跑路 虽然只是一句玩笑 但仔细想想 确实应该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我手下能够信任的只有暗卫 但他们的身份见不得光 能动用的钱财 只有五百两现银 不动产之类的 根本接触不到 虽然我是个现代人穿书 但作为文科学渣的我 并不记得 穿越者常用的玻璃肥皂火药的配方 能背的诗 也只有耳熟能详的几手 甚至凑不够一本诗集 看来我的稿前大忌 任重而道远啊 还没等我开始规划完经济路线 肖月又来拜访我了 这次 他却没带那些街边的玩具吃食 倒是带来一只橙色极好的翡翠镯子 我撑着脑袋看着他 想知道他这次来又有何桂杆 肖月把镯子放在桌上 先是夸起了我前几日画的梅花 书兰的画意愈发精进了 我看着那歪斜的梅枝 和剪笔花一般的花朵 沉默不语 可能肖月也感到了一丝丝尴尬 他干咳了一声 转移了话题 梦汁来找过你了 他年纪还小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照顾 你别和他一般计较 我心想 可惜他没把你当成哥哥卡 却只是微微点了下头 殿下不用担心 梦姑娘活泼可爱 和我十分聊得来呢 只要不涉及肖月 梦汁也确实挺可爱的 肖月听了 却像是开心了不少 我就知道书兰名利 他顿了顿 似乎在酝酿什么 不过书兰也不用太谨慎了 前段时间你对我那么疏远 可是在担心丞相府的立场 肖月怎么会知道 我应付父亲的说辞 我心中锦铃大作 表面上却依然是一片平静 殿下多虑了 只是我们现在大了 男女有别而已 肖月却是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拦住了我的肩 不好挣脱 身子都僵硬了 肖月又粘起桌上的镯子 书兰你看 这手镯是皇宗母传给母后的 现在我送给你 你就是我定下的太子妃了 那镯子确实好看 通体毕透 没有一丝杂志 一看就是名贵的物件 我没有去接 而是定定地看着肖月 这也是陛下的意思吗 肖月却像是什么都没听出来 嘻嘻笑道 书兰你说什么呢 我们的是 难道陛下还会反对吗 看来是皇帝默许了 我只能低头恭顺地接过镯子 那便如殿下所愿 肖月的笑容更甚 书兰笑一笑吗 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难道不应该开心吗 开心你个大头鬼 我也就只敢在心里骂骂 面对肖月还得依旧坚持恭顺的样子 但肖月的性质 似乎一点都没有被我的冷淡打击到 在我屋里彷徨了半日才离开 好容易送走肖月 我的好心情都消散得差不多了 除了演了一上午戏确实累 更觉得迷茫而无助 难道我最终还是要走上原女主的道路吗 还没等我缓过进来 看来我一直就没有过隐私 我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沐萱似乎有些疑惑 话说你不是一直喜欢太子吗 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 我沉默了一会 还是开口 现在不喜欢了 他似乎难以置信 你从七岁起就围着肖月转 现在眼看要成婚了 反倒说不喜欢了 我一脸悲痛地解释道 他现在有喜欢的人 沐萱的眼神充满怀疑 肖月想要什么女人得不到 他喜欢旁人难道还会来向你提亲 该不会是你们在志气吧 这话实在是无法反驳 我总不能告诉他 肖月看着白白净净 实际是唯利是图 还附黑冷血吧 沐萱摸了摸我的头 本来就傻 别多想了 你以后是要当皇后的 一定要聪明些 哥哥在宫外也会做你的依靠 我有些感动 看来我这个便宜哥哥还是靠谱的 只是你要是犯了大错 可千万想着把我摘出去 现在看来 和肖月的婚约是取消不了了 仅仅是摆烂 并不足以让我摆脱 原女主命运的轨迹 是时候间歇发发愤图强了 现在的努力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摆烂 我还是决定 采用跑路这个方案 毕竟一劳永逸 可以从此斩断和剧情的联系 但以我身边 现在这个线人的密度 恐怕我还没出京城 就被多路人马同时抓回来了 所以 第一步 就是彻查我身边的人 把那些暗装都防范起来 只有暗卫是可以绝对信任的 我收回了 让风衣盯着孟芝的任务 让他们分批 盯着我身边的每一个侍女小丝 连洒扫的丫头都没放过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才发现 我身边这些人 就没几个是单纯的 亲艳是太子的人 每周都会向太子日常汇报 偶尔加刊 血缘是父亲送来的 自然一切以父亲的意志为先 洒扫的丫头 有几个是个偏方出身 还有些受过 其他府里各个小姐的恩惠 令我惊奇的是 这里面竟然没有孟芝派来的人 看来女主是真的善良白莲花 京城里格府的牵连 真是复杂呀 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眼线 啊 可能原主是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 毕竟那一对暗卫 还是给我送点心才被我发现的 我本来还想在丞相府中 挑几个人带走 现在看来倒是要一个不漏的 全都满死 不过虽然没有吐住 大家归秀们的能力 但我也有优势 毕竟我是了解剧情的穿越者呀 我决定稍微抢一抢女主的机缘 比如在书中那几个被他就下后 就对他死心塌地的商户 商人流转四海 在任何地方购置产业 都不会使人疑心 足以为我备好后路 第二步是要选好跑路的时间和地点 现在我手中的现银太少 大头的嫁状还到不了我手里 那么我就必须等出嫁后再走 虽然产业无法直接折现 但是账上的现银已经足够多了 但直接一走了之 肯定不行 脱作者的福 像其他许多小说一样 这是个存在完美假死药的世界 我决定等出嫁一段时间之后 福药假死 金蝉脱鞘 第三步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将这所有的计划坚定地执行下去 在我的忙忙碌碌中 时间也像是开了加速器一样 飞快流逝 我都有些怀疑在这个世界里 时间的流速也是违心的 我抢在女主前面 去了金丝祈福 就下了被人追杀的商户一家 我的暗卫替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他们也宣誓效忠于我 为我在江南置办产业 我走访巷末 寻到了那位乡野中的神医 求得了可以使人避弃七日的假死药 我对着肖月 对着父兄 表现出对成亲的欢喜与期待 就算在清夜面前休假衣食 也流露出几分恰到好处的娇羞 当赐婚的圣旨搬到乡府的时候 封一已经带着暗卫 看查了皇陵的地形 就等我病逝之后 将我就出 赐婚之后 父亲就将母亲与我的嫁妆 一并交给了我长官 于是我在熟悉账目之余 开始研究哪些流水可以逐步抽掉 而不引起旁人疑心 偷偷攒起了小金库 在我忙着备嫁的时候 听说女主也没闲着 封一说他听到我与太子赐婚的消息后 大罪了三日 已是板上钉钉 无需再 我这浪费精力了吧 日复一日 冬去春来 离我正式嫁给萧月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成婚那日 我和这个时代的所有女子一样 早早起床 画上华丽的妆容 穿上大红的嫁衣 乌发高碗 红纱负面 父亲执着我的手规训 我出嫁从夫 续到了好久 说的话比自我穿越而来 和我说的家起来还要多 我低头从眼角的余光 悄悄瞟他 他的眼中似有星星点点的泪光 按照乡府的规划 从乡府的到东宫 一路上都有喜炮和喜钱 连店面都要扎上红筹 好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乡府的嫡女 在今日成了最尊贵的太子妃 我在轿子隔着红纱看去 到处都是一片喜庆的红色 这样的尊容 在这个世界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享有 而我为了活命 竟然天天打的都是逃跑的算盘 想到这 我只能自嘲的一笑 到了东宫 珠墙内的理智 更是丝毫不错 宾客们都是品级极高的大员 萧月扶我下轿 我只感觉她的手冰凉 一双桃花眼扶着笑意 却依旧身不见底 送我回房之后 萧月重新回到主位上迎来送往 温和又从容 我记得原书中 这场新婚 是萧月给穆书兰少有的温暖回忆 今天的婚礼 大概也出不了什么岔子 于是我卸下了满头拆环 浑身轻松地吃起了桌上的点心 清燕带着几个丫鬟 去整理我的嫁妆了 房间里一片安静 我吃饱了便靠在床头打盹 快要睡着的时候 一个阴影在我眼前压了下来 我睁开眼一看 果然是萧月 她见我醒了 也不计较我先卸了妆容 反而笑了笑 怎么累到这个份上 要不要再睡一会 我迷糊着勾上她的脖梗 扯下她的外衫 在烛火下 她更显得腰身细窄 肤色颖白 她就是俯下身子 含了半杯酒就附上我的唇 辛辣微甜的味道 便在我口腔中蔓延开来 红烛高燃 冻房春暖 一夜无化 婚后的日子 比我预想的平静多了 萧月人前人后 依旧是十分宠爱我的样子 只是有时不经意间 提到她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我通常文贤歌二之雅逸 一一转达给我的丞相父亲 萧月似乎很满意我的时趣 塑在我房里的日子 也渐渐多了起来 只是她不知道 每次事后 我都会悄悄服下婢子的玩耀 萧月不在的时候 风衣才会悄然出现 向我报告江南产业的安置 以及孟芝的现状 孟芝大概是被萧月的大婚 刺激得很了 打起仗一改往日的稳健 次子都是拼命的打法 这几月已经捷报平传 官职也从曾经的副将 升到了大将军 也是在战场上 独当一面的人物了 当西凉在北境求和 孟将军大获全胜 班师回朝的时候 我知道离孟芝进太子府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所以 当萧月带着孟芝 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没有丝毫惊讶 也许是这段时间 相处得还算愉快 萧月扶着白衣的孟芝 向我介绍的时候 竟然带了点尴尬的表情 书懒 孟芝在边境为国遇泻 现在大胜归来 唯一的愿望 就是常伴本宫左右 本宫于情于理 实在是不忍拒绝 书中这段原主是怎么做的 似乎是直接用茶碗 把孟芝砸了出去 他一个规格女 子自然伤不到孟将军 但萧月在此之后 再也没有进过他的房里 我的思绪飘忽了一下 他安排在东宫 就是没妥当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 正非进门才半年不到 就去侧妃 别说皇家 就是普通人家 也没有这样规矩 萧月这么着急 无非是生怕孟芝 这个助力跑了罢了 虽然我不介意我死后 萧月与孟芝如何 但眼下孟芝要进门 萧月得出点血才行 但我脸上却没有丝毫不满 眉间促起 显出些顾虑优色来 孟姑娘愿意住在太子府 自然是极好 只不过孟姑娘尚未正式 揭开女儿身身份 日后真相大白 孟姑娘从王府嫁到王府 未免多有不便 与殿下名声也有爱 涉及自己的声誉 萧月一下子沉默了 我赶紧趁热打铁 孟姑娘若是不愿回将军府 不如殿下在东宫附近 安排个上等一站 请孟姑娘暂且住下 等孟姑娘在朝堂上正式霍风 正好风风光光地嫁进来 我们太子府隆重迎娶 方才显得出对孟姑娘的重视 我这一番话显然说动了孟芝 她悄悄拉了拉萧月的衣袖 萧月略一尘银就同意了 还是太子妃想得周到 待孟芝出门后 萧月看向我的眼神暗沉 多了几分探究 没想到太子妃如此有容忍之量 我皮笑若不笑地回应道 既做了殿下的妃子 自要多为殿下奋用 那么萧月突然勾起嘴角 太子妃有没有什么所求的呢 本宫也好投桃报李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 我也笑了 这次笑得真心实意 妾身能有什么所求呢 最多也不过是 希望家人平安顺遂而已 我在心里安安叹息 便宜父亲和哥哥 我也只能为你们做到这一步了 萧月一时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盯着我 似乎要从我脸上看出朵花来 院子里安静地有些让人难以忍受 但我没有改口 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两久 萧月终于偏过头去 太子妃所求的 本宫自当应允 十日后 天子在殿堂上犒赏猪将 孟芝一身群装出席 激起百官惊叹 天子赐下当代木兰的匾娥 又因着女子不能领军的救治 赏赐了她十台珍宝 换取了她的军权 顺势答应她 嫁为太子侧妃的请求 孟芝进门后 竟然安安愤愤 甚至遵循这沉昏定声 日日都来我这太子妃 这里请安 刚开始 我还觉得 她无非是刚入门的这几天 做样子吧 直到过了一个月 我早上依然被亲眼 以侧妃请安为名唤醒 我有点怀疑她 还是不是小说中 那个坚韧强大的女主 看着孟芝一身雅致的水红色衣裙 站在前院 赵丽请她进来坐下后 我感觉我睡眠不足的脑袋 在一跳一跳的疼 其实啊 妹妹不用如此拘泥礼节 东宫现在不过你我二人 妹妹随性邪就好 沉昏定声也不用如此严格 免得天冷冻坏身子 孟芝摇了摇头 无论是军队还是东宫 自有其法度 切身不敢见阅 我感觉头疼得更厉害了 妹妹当真 不是愿我抢了你的太子 虽然这不是我本意 但到底是站了你正非的位置 孟芝却平静地笑着 姐姐言差了 我已经知道 姐姐不过是身不由己 怎么还会怪罪姐姐呢 况且她顿了顿 姐姐虽说不喜欢殿下 可是也帮了殿下许多 我若是与姐姐置气 不也是给殿下添堵吗 好吗 真不愧是女主 这是对男主一心一意的闲良温婉啊 我劝姐她的话 都堵在了嗓子眼里 只能叮嘱她我睡眠不好 以后除了重大的日子 实在不必天天来请安 于是时间流水一般又过了几个月 东宫的日子竟然有了几分 其乐融融的味道 太子虽对孟芝有额外的恋爱 但依旧尊重我这个太子妃 至少初一时五一直塑在我房里 孟芝也安静之足 似乎只要太子无忧 她也开心满意了 至于我 东宫的分力比丞相府还要好上几分 在一时无忧的情况下 我也安于当一个百舍太子妃 偶尔求求父亲 给太子帮些小忙 算是为我的舒心生活付费 舒心的日子过久了 骨头都散了 我都差点忘了自己的穿越者身份 只觉得成像千金 太子正妃的生活本该如此 暗中自嘲 大概是被封建社会腐化了吧 所以当几天不见的封衣 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还有点惋惜安逸的生活 正快就要结束了 封衣单腿跪在我面前 身形和从前一无二致 丝毫看不出旅途奔波的疲惫 前几天我派她去江南 对逃亡计划做了最后的确认 得到的回报是 从我假死入土到开关出逃 一切细节已经安排妥当 随时可以开始 其实在书中 这个时间有一段梦汁 有一段对穆书兰下毒的剧情 穆书兰查出了梦汁 却没有保留下证据 一番吵闹过后 只不过是更惹的肖月厌恶罢了 这一时我一直防着 但梦汁却没有再度出手 我只能猜想书中梦汁的出手 大概是因为穆书兰念了肖月的意 这一时我们三人和谐相处 梦汁没有了下毒的动机 不过这次我要对自己下毒了 我寻到的假死药 只能在我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 暂时避住我的七夕七天 造成死亡的假象 所以我需要服下慢性的毒药 不断虚弱的我身体机能 直到命悬一现的时候 在服下假死药 向死而生 其实我有犹豫过 要不要就这么一直做一个 无为的太子妃算了 反正肖月现在对我还不错 但终究不敢冒承受 书中悲惨结局的风险 更不想背着重重攻墙束缚住一生 于是随着天气一天天寒冷 我的身体也一天天虚弱下去 到了龙冬时节 我已经几乎不能下床 肖月来看过我几次 甚至还换了御医来替我诊治 却只能诊出我神脑体虚 也看不出别的病症 时间长了 她也来得少了 梦芝倒是时常来探望我 只是后来医师说我要多休息 不能受太多惊动 她也不太敢打扰我 只是悄悄替我房里换了新开的梅花 就离开了 就这样一天天熬到初春 桃花尚未占包 风衣告诉我 是时候了 在一个舒朗的清晨 我服下了那副假死药 一时半明半暗之际 我似乎听见了摔碎茶碗的声音 还有轻咽的一声惊呼 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 周围一片昏暗 我几乎以为自己还在棺材里 我下意识想呼喊 但一开口 只觉得嗓音干枯嘶哑 活像是陈年果实部的摩擦声 一道熟悉的平稳声线 在我耳畔响起 主上 你醒了 我的意识还处在混沌状态 但听到风衣的声音 心中就莫名安定下来 主上 我们的计划一切顺利 我动了动响起身 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风衣替我掖了掖背脚 安抚道 主上再睡一会 睡醒我们就到江南了 于是我又昏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久 我是被一缕阳光唤醒的 醒来时我已经不在马车上 而是在一家一馆内 窗户半开着 带来满屋子阳光与清风的味道 风衣扶在茶桌上 似是睡着了 她已经换下暗卫的纯黑制服 指着寻常衣衫 阳光拍上她的侧脸 将她凌厉的眉眼也染得柔和 窗外 数十从桃花在晨光中怒放 染成一片坟子的云霞 江南春早 我已经身在江南了 后来啊 我在江南开了一家酒楼 当起了甩手掌柜 日日安闲的虚度光阴 我的死亡并没有改变剧情的大方向 萧月依然登基了 梦知还是皇后 只是丞相府东窗事发的时候 萧月念及我父亲劳苦功高 特下恩旨 从宽发落 只是隔去了父亲的一切官职 令他还乡 这一笔原书中好了太多 我只希望他与兄长能放下全谋 余生安乐 我为跟随我的暗卫们 重新办了身份 给他们下了最后一道命令 令他们重入人间 去过平常的烟火生活 如今 他们大多在我的酒楼附近 有了一份银上 只有丰衣执意要留在我身边 我说不过他又打不过他 只好让他留在我的酒楼里管账 酒楼人来人往 偶尔也有少年羞红的脸向我搭讪 我却只是东拉西扯地扯开话题 我不想再成亲了 成亲就意味着彻底同化在这个异世界里 但我还在这个世界的门口惆怅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就很好 只是放松下来后 有时候晚上会做颠倒搓乱的梦 一时梦见高高的宫墙 彻夜燃烧的红烛 还有毒药和死亡 下一刻用梦转到电脑 小说和忙碌的白领工作 惊醒之后 浑身续汗 雕花的床棱和木窗在无声地提醒我 我离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已经很远了 其实还是很怀念的 无论是亲近的家人 还是自由放纵的现代生活 连曾经念目可憎的老板 在梦中都可亲了起来 但怀念似乎也没有什么用 也许我原来的身体已经猝死了 但也许我某一天醒来 还在那个宫位上 此间种种 不过是大梦一场 对我而言 生命就像是荒诞和奇迹的缝合体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眼下的每一天 认真的生活 风衣翻外 风衣一直认为 她的生命是从见到风铃的那一刻开始的 她的记忆中没有过父母的身影 从有意识起 她变身处于漆黑的窑洞中 把他们挨个喂饱 时不时有孩子被带出去 也有新的孩子进来 窑洞里没有人知道那些孩子去了哪里 对于他们来说 与世隔绝的窑洞就像是一个混沌的宇宙 他们的神智停滞在黑暗中 肉体一天天浑恶的长大 直到有一天 内扇神秘的门在一声轰鸣中炸开 门飞动开 刺眼的阳光轰然涌入这个漆黑的宇宙 宛若创世 有孩子被刺的蒙住眼 失声发出嘶哑的叫喊 风衣的眼角也流出眼泪 但他依然逆光望去 门洞中站着一个女人 红裙飘扬 乌发高竖 拎着长枪 踏着破碎的门板 像是一尊神奇 在他身后 是数十个粗衣草鞋 抄着浓具的庄稼汉 彼时的风衣 难以用美丑的概念去评价他 只记得 他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人 后来 那些庄稼汉们将孩子们一个个抱出 嘟囔着人贩子之类的词汇 被抱出的孩子们聚拢到一处 像是一窝瑟瑟发抖的雏鸟 风衣在阳光下依旧强睁着眼睛 目光追随着那位红衣的女子 他破开门之后 就抱着长枪 有些疏离地站在人群外 没站一会 与一个人交代了几句 似乎就要离开 风衣几乎没有犹豫 就卖腿跟了上去 庄稼汉们 似乎还在争论孩子的归属 没有人想到 一个孱弱无依的孩子 会在这个时候离开 风铃虽驾着马 但行得并不快 清脆的马蹄声停在了她的面前 红裙附身而下 像拎起一只小猫那样拎起了她 声音清脆如银铃 怎么总是跟着我呀 风衣喉咙甘哑 只是用力地攥住了她的裙摆 女子皱起精致的眉 跟着我可是很苦的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男孩却攥得更紧 吐出破碎的喉音 跟着 风铃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 哭笑不得地把她提上马背 算了 人个用命 只希望你日后别后悔才好 白马下山后 历劫的风衣才昏了过去 却依然没有放开那片裙摆 飘摇江湖的红叶侠女 自然不可能一直安心带孩子 她花了半个月把风衣收拾出人样 确定她没有大爱后 转头就把她送进了一间学堂 这次她没有放任风衣赖着她 而是严厉地令她在此地学上两年 许诺若是她拔得头筹 自然会回来接她 风衣那时 只在意回来接她这一句许诺 出于莫名的信赖 她终于在这个地方安顿了下来 可惜 这间开在荒僻之处的学堂 实在不算安顿人的善递 这是听风楼培养影子的学堂 彼时 听风楼是江湖上最为神秘的情报组织 兼做杀手生意 特产就是影子 甚至提供影子雇佣服务 影子须从小培养 最迟五六岁 先经过两年的基础培训挑选 在暗资质分为三类 暗卫负责守护 灵鬼负责情报 立消负责功法 影子没有名字 在风衣那一届 她的编号是203 学堂的任务 就是把孩子打磨成冷血坚硬的刀兵 训练本就极为残酷 更别提风衣 几乎连说话吃饭都要从头学起 自然而然受到了冷落与排挤 也许是因着骨子里的偏执和坚韧 风衣咬牙熬过了最初的阶段 甚至没有流一滴眼泪 训练之余 大些的孩子会谈起楼中高层的传闻 大多数关于领头的三殿殿主 十二岩罗和楼主风铃 没错 谁能想到 大任 有人斥责她 作为灵鬼不该在江湖上抛头露面 直到她把曾经只能接三流刺杀任务的听风楼 带成江湖第一情报组织 十年不过二十二岁 隐藏于暗处的声音才渐渐小下去 风衣其实很难将那些传闻和风铃联系起来 她对风铃抱着的激进是雏鸟对于母亲的情感 无论是侠女还是楼主 距离她都太过遥远了 不过风铃令她拔得头筹 她自当全力以赴 在最终的试炼中 风铃的那一刻 风衣是有些忐忑的 如今她知道了风铃的身份 害怕再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红衣侠女 直到她抬起头 看见了女子的明媚笑颜 千帆过近 红裙飘扬如初 风衣忽然觉得视线模糊 这两年来的苦痛都是值得的 大殿上 风铃也认出了当年那个固执的孩子 两年未见 瘦弱的孩童已经变得坚硬而锋锐 想到当初随口许下的诺言 一向洒脱的侠女难得有些愧疚 按照旧例 每一届影子的魁首 将会成为三店店主的弟子 当成下一届楼主培养 风铃决定多给她一个选择 作为奖励 她问 你是愿意做店主的弟子 还是愿意成为我的暗卫 店主的弟子 自可在听风楼中有不小的权势 不过吗 能随我在江湖自由行走的 整个听风楼也只有我的暗卫了 对风衣来说 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问句的尾音还未落下 她已经以暗卫参见主上的礼节 跪了下去 风铃倒没有很意外 银铃样的声音含着笑意 你可是我的第一个暗卫哦 以后就叫风衣吧 跟随风铃游荡江湖的日子 是风衣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风铃显然并不需要她保护 反对她多有纵容 几乎从未令她以暗卫的规矩 隐身于黑暗中 而是让她跟在身后 当成小小的弟子来教导 她甚至牵起她的手 带她游览登节庙会 烦闹接向 容许她偶尔和同龄的孩子一样 小小任性 她见证了一个刚刚得到应售的书生 天天蹲在她下榻的客栈门口 见到她牵着风衣 神情呆滞了一瞬 却还是颠颠地上前 风铃笑着向她解释 书生不过是想报恩罢了 但眼中难得的柔软 分明是一动 后来 红叶侠女嫁给金榜状元 成为了京城流传的佳话 但只有风衣知道 她依旧是听风楼的楼主 之后 毫无背景的书生步步高升 观至丞相 又有谁知道 有多少是听风楼的功劳呢 在后来 曾经的侠女放下长枪 挽起发迹 红叶侠女风铃隐于江湖 取而代之的是幕府的幕夫人 她有了一对雪鱼可爱的孩子 放在风衣身上的精力就渐渐少了 她才开始像真正的暗卫一样 很久才现身一次 当然 例外也是有的 那对双胞胎渐渐长大 男孩像书生一样内脸儒雅 但女孩子看着文静 内心却像足了幕夫人 活泼而肆意 于是 她的身上就特别容易发生意外 什么爬上树下不来呀 掉进池塘扑腾不到岸上呀 这种时候 风衣总是敢在幕夫人前出现 尽力帮她收拾好手尾 挡下风铃的笑骂 换来粉嫩的女孩弯起眼睛 甜甜的叫她影子哥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风衣的目光里只有穆书兰 生怕她一不小心给自己做没了 穆夫人反劝她 不用太担心 孩子自有家庭看护 但风衣似乎对陪护穆书兰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看着穆书兰风闹 她也会感到活泼的喜悦 她偶尔甚至会想 如果穆夫人一开始就是她的母亲 她的童年是不是也会像穆家兄妹一样安定喜乐 而不是在冰冷的夜里 枕着刀冰咽下鲜血 其实细细想来 她也不过比穆家兄妹大了六七岁罢了 竟已不胜一丝同志之气了 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流逝 倒也平淡温馨 直到穆夫人难得的单独唤她过去 她永远忘不了那天 穆夫人看着窗外秋雨打残河 以平淡的语气说出的话 却令她浑身的血液都冻结 她说 风一啊 我就要死了 她转头望向她 岁月不曾磨损她的美貌 只是曾经的锐利眼神化为温和 她嘴角存着笑意 眼底却是一片悲凉 我死了 你们要怎么办呢 风一几乎跪成了雕塑 她的声音在她耳中断断续续 原来风鸣的天才绝艳并非没有代价 早年修炼强冲经脉留下的暗伤 选拔争斗中留下的伤损 不过一直依靠魂厚的内力压制 到如今 她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 她很早就知道 自己注定活不过三十岁 风一这才后知后觉的想起 她已经很久没有舞过长枪 甚至没有教导穆家兄妹习舞 只是让他们练一些健身的体操 穆夫人温和的声音还在劝慰 让她不必担心 她练的内功已经被她修改过 不会像她一样 有如此严重的后遗症 她还说 这样流星般的生命是她的选择 她宁可有一煞的肆意自在 也不愿在暗沉的听风楼里 蹉跎一声 此生已了无遗憾 无需同情 不必惋惜 唯一的牵挂只有她和一双儿女 她再次给了风一两个选择 要么给她备足盘缠 放她离开乡府 离开听风楼 从此江湖之远 世界之大 无处不可去 要么留在穆书兰身边 成为她女儿为首的暗卫 穆夫人并不掩饰第二个选择 是出于她的私心 穆轩自有丞相指引 穆书兰却是女孩子 到底前途未卜 像从前一样 风一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第二个 她生命中所有的 不过寥寥数人 江湖之远 世界之大 与她何干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 她一一安排好 身边仆从的出路 为听风楼选了新的楼主 斩断了与江湖的一切联系 只给穆书兰留下一对 守护她的暗卫 她说半生争斗厮杀 想来着实无趣 不求儿女文涛武略 只求他们在相辅的庇护下 平安喜乐 安度一生 秋风建立 冬雪哀哀 穆夫人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 丞相和儿女斯雅的哭声 也没能多留她在人间一刻 守灵那日 无人看到 换上了黑衣的暗卫 在房梁上跪了整整一夜 那个唯一会放纵她的人 已经不在了 自此 黑衣加身 铁甲负面 她是真正的影子暗卫 穆书兰渐渐长大 不再叫她影子哥哥 偶尔换她现身 也是自证腔圆的叫她风衣 于是 她隐身于阴影中 默默帮她准备好每天的糕点 看着她的目光 粘在太子身上 而太子却看向 每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风衣她对太子的执着 甚是令人迷惑 又自嘲不懂也很正常 她始终记得入学堂的第一课 影子是守卫主人的尖顿 是斩向地人的利刃 不可有自己的异断 武器若是有了人的感情 才是其事一件 好在穆书兰的执着 没有持续多久 太子手边两年归来 她便连迎接都懒得去了 甚至开始嘱托她 监视太子的动向 风衣许久 没有做这般影子 该做的正经事 又担心别人买的点心 不合她的口味 反反复复叮嘱了 其他安慰好几遍 她不敢离太子的位队太近 在远处只模糊地看见 太子几番与梦汁在一起 回报的时候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她略略添油加醋了一番 她看着穆书兰失神 对自己不精准的情报工作 有些愧疚 但就她的眼光来看 太子并非良人 她的心机似乎是起了效果 穆书兰起了摆脱太子的心思 屡屡碰壁后 竟起了逃离京城的心思 可惜 她到底不是强大肆意的风鸣 她只是丞相 与穆夫人庇护下的 一朵柔弱小花 她说要放安慰自由 风衣听了便想起 当初她在穆夫人面前做的选择 只能在面甲后 无奈而温柔地苦笑 其实 以她的武功 待她出京并不是难事 难得的出京后不被追寻 不受侵扰 好在碰壁后的穆书兰 似乎成长了许多 她竟然寻到了人手 找到了假死药 制定出了假死出逃的计划 在风衣看来 这个计划的风险尾时太大 但穆书兰似乎颇有成算 作为影子 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复盘假死后 绝观出逃的每一个细节 做出无数预案 甚至亲自试了那假死药 出逃那日 她将少女从坟墓中掘出 掩盖好痕迹 一路上抱着少女运起轻功出城 直到在城外 把她安置在马车里 才发现自己双手颤抖 冷汗满身 此时已是晨光细微 看着少女安静的睡眼 她恍惚间想起了从学堂走出 看见风铃的那一刻 种种劳顿优据 都是值得 穆书兰很快就适应了江南的生活 她甚至在酒楼的院子里 种满了桃花 春风一扶 落红满身 桃香也扑了满怀 她把影子们遣散去过寻常人的生活 风衣却看出 影子们不过是把生活 当成主人的命名去完成而已 并不是她想着那般随意自由 不过她也想知道 她许他们自由 包不包括对她的忤逆呢 所以忠实的暗卫 第一次顶撞了主上 赖在她的酒楼了 坐了帐房 结果 少女并没有想象中的震怒 只是气恼地跺了跺脚 就无奈地随她去了 看着穆书兰的背影 风衣眼角含笑 她是真没把自己 当成暗卫的主子啊 于是她便安心坐在柜台后 替她管起了酒楼 让她这个甩手掌柜 当的安闲自在 时常有少年特地寻来 向穆书兰示好 她看着随和 言语间却是严防死守 但或许是多年养成的信任 她却从不拒绝风衣的接近 于是静职的掌柜 偶尔还得干起安慰的兼职 将深夜醉酒的她抱回床上 再椰好背脚 时光日日虚度 转眼三年春秋 平静和乐 已经是风衣心中最美好的模样 直到穆书兰再次醉倒在桃花树下 风衣惯力去抱 却被怀中的少女揪住衣襟 她性眼半征 银有水光 声音音醉酒有些混沌 给你自由你倒不要 风衣啊 你不会喜欢我吧 风衣的耳朵瞬间红透 但正抱着她又不能放下 进退两难 呆立在了桃花树下 那一刻 时光似是停滞 花瓣如粉色的雪花 飘飘扬扬落了两人满肩 穆书兰醉得狠了 嘟嘟当当当地说 种种顾虑 恐前尘难断 幽情思难理 更恐凉尘美景如朝露 转瞬息 不知听她续到了多久 风衣眸光终于暗沉 低头吻上了她的唇 昨日种种幽如泡影 明日种种聚如浮沉 不如吸取今日 花开堪折只需折 或许还有情感需要沉淀 还有思绪需要理清 但是无妨 他们来日方长 肖月翻爱 肖月的童年大抵是快乐的 她的母亲 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从出生起 她就是一人之下的太子 独一无二的尊荣 不绝于耳的风影 在年幼的肖月看来 不过是理所当然的寻常之事 直到在一个酷寒的冬季 皇后病重 此时的肖月 还没有体验过失去的滋味 但在懵懂中也觉得慌张 日夜侍奉在母亲面前 累了连冬宫都不回 只在凤一殿内的必杀厨内小睡 某个午后 她自昏尘中醒来 听见凤一殿内 有个女人在高声地说话 她在魂恶中 只觉得有些困惑 母亲已经病了很久了 还有谁敢在凤一殿内如此喧哗 女子的声音在大笑 皇后娘娘啊 你也曾想过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吗 她一击灵 头脑都清醒了 她想起来了 这个声音似乎是云贵妃 可是 怎么会是云贵妃呢 贵妃每次见她都温声细语 何曾如此失态 嘶哑的笑声在继续 听起来竟像是悲气 皇后 当年你害死我的孩子 现在 你的儿子 你的后卫 都会是我的 肖月忘记了那天是怎么结束的 只记得拼命平住的呼吸 背上黏腻的冷汗 当天光暗沉 殿内无声时 她跌跌撞撞冲出厨外 看到冰冷的 没了气息的母亲 皇后哄事 一年后 云贵妃被立为季后 也许是一直以为她蒙在鼓里 季后待她一如既往 小到衣裳吃食 大到学文习武 都视舞巨细替她打点 但在肖月眼中 一切都已经截然不同了 她一夜之间长大了 像是一棵树抽枝掌叶 撑起茂密的棺盖 将一切阴霾都自己掩埋 看着那些熟悉的笑脸 她不由自主地去揣测 在无人之处 这些人接下笑脸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她开始观察人 她看见父皇面前 恭敬的妃子们 在凤衣殿内阴阳怪气 拜高采堤 她看见温柔的婢女们 在无人处掐腰对骂 她看见谄媚的太监 处罚吓人时 英智冷酷 她觉得可笑 事情如闹剧 她眼前的歌舞声平 富贵锦秀 不过是演出来的华丽戏幕 一旦转去后台 便是不堪入目的阴影脏屋 看得多了 她也觉得麻木 何必独醒 不如不起遭而绰其离 反正季后无子 她横竖是独一无二的太子 等她继位 这天下早晚是她的 直到晴天起霹雳 云贵妃再度有孕 这次她多了个敌皇帝 从此她夜里都不敢睡死 稍有些动静就会惊醒 食物更是咽过一遍又一遍 才敢入口 先皇后没有给她 留下多少宫中的人脉 还被季后清洗了不少 她的身边只有几个老仆 只能暗中让此人死于意外 从此她明白 人心一变 不妨抱着最大的恶意去揣测 唯有利益的纽带坚韧不破 而皇位之争 她已身在其中 退一步便是万劫不复 她没有母亲的助力 外祖一家远镇边疆 只能靠自己罗织人脉 于是在父皇眼中 她是孝涕的好儿子 在群臣面前 她是贤德的太子 她仅仅抓住每一点优势 太师 太富 太宝 都被她牢牢笼络在身边 至于太学中的学子 那就更容易了 男孩子们大多拜服于 她的文采武功 女孩子们和宫中的妃子比起来 简直像是一块块透明的玻璃 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 她本就生的好看 面如关玉 眉眼柔和 新女孩子对她来说 再简单不过 一次仿佛不经意地回顾 一个微笑 几次特别的礼物 足以她们脸红心跳 她游走其中 游刃有余 李尚书长行御 安定王是宗族势力的代表 而只要几块点心几只手势 就能从她们的女儿口中 探得朝堂的动向 这再划算不过了 不是吗 在太学的贵女中 穆书兰是其中翘楚 她父亲穆成像是文官集团的代表 更妙的是 穆府根基不深 正适合做一把用果 就扔得好刀 她在心里说 穆书兰 就是她选定的太子妃了 穆书兰美丽而天真 经过几次她特意安排的偶遇 就被她勾去了心神 一双眼睛黏在她身上 拖也拖不开 哪怕是她装作不经意间提到的愿望 她也费尽周折地替她实现 女子真是神奇的生物 就像变幻不定的水 能狠毒下作 也能为她所向披靡 年复一年 她声望见高 这显然不是季后乐意看到的 季后的家族不长实权 在朝堂上力量不强 对她的刺杀便渐渐多了起来 有秋寿时的金马 有暗夜中的箭语 还有在饮食中层出不穷的奇鬼毒药 在不知道第几次看到 插进饭菜中的银针变黑后 萧月终于觉得 她在待在这京城 怕是活不到成年 此时正好边疆有外族来犯 她便向父皇请了指 去军中历练 在军营的时光 是她难得放松的日子 宫中的季后边场莫及 外族家的势力尚能庇护她 军人们的热情和直爽 让始终戴着面具的她 偶尔也能笑得开怀 她还遇到了孟芝 初次见面时 孟芝还只是一个侦查小队的队长 在某次任务中 一身沙尘地滚进她的营帐 嗓音沙哑 却清晰地报备了 前方敌人的精确分布 可惜她的伪装实在是不到位 她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女子 军中的其他人 对此估计也是心照不宣吧 从此 她对孟芝就有了特别的关注 孟芝不很聪明 却有着出生牛犊般的勇气 女子体力逊色于男子 别人一次训练能做成的事情 她往往需要三次 可是她却从未退缩 以非俄扑伙般的姿态 一次次尝试 直到用娴熟的技巧 弥补先天的不足 她见了太多 在规则内步步为营的人 她这样想动手打破规则的 令她觉得无比新奇 习惯于殷势力倒的她 第一次生出 想要培养一个人的念头 于是 她让孟芝兼了自己的禁卫 亲自指导她的训练 她给自己找了光明正大的借口 她需要在军中建立自己的班底 孟芝毫无根基 正好可以成为她的棋子 孟芝比京城中的贵女们还要单纯 仅仅指点了几次 她就对她信赖不已 连自己的身世都对她和盘托出 原来孟芝是孟将军家的庶女 出生时母亲就离世了 她长大后实在熬不过嫡母的气压 再三求了孟将军 才勉强在军中安身 提及军中严苛的训练 孟芝没有半点抱怨 而是为自己每天的进步开心 为自己还有离开后宅的机会而庆幸 也许是因为相似的经历 也许是因为孟芝说话时的明亮眼神 萧月心底软了软 到底对她多了几分信任 从此 她便让孟芝常伴自己左右 一次他们夜列归来 半途遇到埋伏 萧月待的人不多 杀出血路时只剩下零星几期 快要脱困时 萧月突然听见了力剑破空的奸笑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萧月只觉得左侧一股大力将她推开几分 回头发现孟芝又尖重了一剑 疼得嘴唇惨白 鲜血顺着指缝不停地低躺下来 又隐没在黑色的假衣里 萧月愣了一下 其实她穿着内造的软甲 那剑根本伤不到她 她也没想到孟芝会冲出来 帮她挡这一剑 但现在容不得她思量 她一把扯过孟芝的缰绳 策马狂奔 眼看大营将近 身后的追兵才不甘地慢慢远去 孟芝的伤情拖延不得 她直接将人抱进营帐 蛮族的剑簇带有道沟 她割开皮肤取剑时 孟芝明明疼得止不住颤抖 却死咬着唇一声不吭 一向习惯于别人为她伤为她死的萧月 破天荒得有点愧疚 叹了口气 你这是何苦呢 那件伤不了我的 孟芝脸色惨白 双眸却异样明亮 殿下的知遇真对属下犹如再造 属下愿为殿下赴死 萧月皱了重眉 心想愿意为我死的又不差你一个 但到底没把这话说出口 沉吟片刻 那你有什么愿望吗 孟芝眼里浮现出欢心 沉愿请家休息 成为大将军 护卫边疆安宁 成为大将军啊 萧月觉得这愿望不错 点了点头 待本宫登基 便封你为将军 不过你要效忠于本宫一人 孟芝顾不得肩上的伤口 翻身下床 伏地跪拜 孟芝愿为将军笑死 萧月没有拦他 坦然受了一礼 君臣知道 本就该如此 自此 萧月出战 常常把孟芝带在身边 两年时光弹指而过 萧月在军中的声望渐渐稳固 孟芝也升到了傅将军 成年在即 萧月觉得 是时候回京了 临行前 萧月甚至没忘记 准备一批礼物 他收了一批上好的蓝烟玉 送给工匠 吩咐他模仿新手的手笔 做了不少不同样式的手势 算了算还有得多 顺手给了孟芝一份 孟芝倒是像得到什么珍宝 似的小心收了起来 回到阔别已久的京城 少不得一番应酬 萧月忙了几天 才想到 似乎还没见过穆书兰 这可不像是曾经穆书兰的作风 萧月思存着 莫非是两年未见生疏了 毕竟少女心性 三分钟热度也是寻常 不过无碍 哄回来也就是了 谁知道等她带着簪子去见穆书兰 她的态度却意外地冷淡 虽是也为她准备了回礼 但怎么看也是敷衍着要赶她走的意思 她百思不得其解 留在京城的眼线 也未曾向她汇报 穆书兰有别的爱人 可是她三番五次去拜访 竟然难应得她一个笑脸 直到她故意让她看见自己 和孟芝亲近 她却没有丝毫猝疑 她罕见地觉得自己的设计落了空 亲眼告诉她 穆书兰害怕将丞相府卷入夺敌之争 她才有些恍然 既然是这个原因吗 她的顾虑不无道理 看来两年过去 她也成长了不少啊 不过已经太晚了 这小小的插曲 破坏不了她惊心之旧的罗网 穆书兰必须是她的太子妃 她再次去了幕府 半是安慰半是胁迫 穆书兰当然不会 也不敢再对成亲有意义 成婚了 她对穆书兰的安静和志趣很满意 她给她太子妃的尊荣 肖府也给了她想要的助力 就算穆书兰不再像年少时那样满心满眼是她 这桩亲事对她来说也是合算的交易 可惜孟芝似乎被刺激到了 连招呼没和她打一声 就回来北方的战场 思心而论 肖越多想明白孟芝对她所抱的感情 但在她眼中 适合孟芝的位置依旧是将军 在军中与她强有力的支持 而不是成为她身边的某个侧室 只能居住在后宅之中 她叮嘱军中的人手保护孟芝 却没想到孟芝此去打的都是不要命的仗 仅仅半年 她离登基上缘 她就靠自己成了大将军 凯旋归来 她来见她 第一句话就是想堂堂正正地长酒陪在她身边 肖越觉得头疼 第一次体会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看孟芝这坚决的态度 强令马上怕是不行 只得轻声又哄道 你不是一直想成为将军吗 现在难得如愿以偿 我怎可把你聚在身边 再说 她稍稍加重了些语气 你在军中为我助力也是一样 没想到孟芝这次却是异常坚决 属下为怨常伴殿下左右 哪怕奉茶扫地 在所不辞 肖越抿了抿嘴 她自然明白孟芝的私心 但在此时拒绝孟芝 无异于将她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不能冒将助力变为阻碍的风险 她只能做一次最后的劝阻 太子妃以利 不能随意废弃 即使你陪在我身边 也只能是测试的身份 你可愿意 孟芝毫不犹豫地点头 属下不介意身份 肖越只能叹息着应允 转头去和穆书兰商议 穆书兰对此并不异议 只是为家族求了个恩典 她感叹穆书兰确实聪明 穆书兰是她选定的太子妃 但丞相府是大 她注定不能成为皇后 她暗暗想着 等一切结束 封她个贵人养在宫中就死了 可是还没过多久 穆书兰竟病重了 在宫中长大的她 对此格外敏感 凭直觉便判定此事必是人为 可是她细细查验过她的吃穿用度 并未发现什么疑点 便移到了穆书兰自己身上 穆书兰的暗卫武功高强 她也不能完全掌握其行踪 只能暗暗防备 心中推演着万般可能 直到穆书兰去世的消息传来 她的脑子空白了一瞬 只觉得难以置信 她之前的千斑铺垫 不该指向这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 连手下都在报告 她的暗卫依旧在活跃 穆书兰怎么可能就死了呢 哦 她想明白了 穆书兰是想假死脱身啊 想通了的肖月再次苦笑 她自命算尽人心 可是真正的身边之人 却再三突破她的所料 人心百变 哪有能容易算紧呢 她派人盯紧了黄铃 果然等到了来挖关的暗卫 她的手下再三请示她 是否要拦下 她看着那暗卫 向对待珍宝般小心地将她爆出 再拼尽全力向城外飞跃 沉默了很久 吩咐手下帮他们扫去残留的痕迹 穆书兰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稍有遗憾她自己也能补足 她没能许给孟芝一个大将军 许给穆书兰自由 还能办得到 今后大概不会再见面了吧 她将高居庙堂之上 放任她远走天涯 相如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愿她心愿得偿 全文完